OK 那我們這個第四章我們來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讀典的統計方法用在這個影響器上 要怎麼去做一個處理 所以這個classical and existing human of the ideal gas 就是我們這一段要講的 那當然先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是想要把一些熱力學的性質 用所謂的馬力因方菌配分函數來做一個處理 那我們先講的配分函數呢 其實在熱物理跟統計物理是一個很神奇的一個東西 配分函數基本上就是講所有總共態的觸摸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解你以前熱學學過的所有東西 所以學到最後面統計物理或統計力學 你只要寫得出配分函數所有物理現象全部都可以解 你只要寫得出配分函數 就跟那個 其實電子質學 電子質學數學很痛苦對不對 數學非常非常的多 那事實上電子質學難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你解不出那個數學函數而已 但是你只要照70條例跟電子條例 基本上你也是就可以通解了 電子質學其實是這樣子 那質疑部位也是那些什麼 那個 什麼 那個 Aplus啊 對不對 這類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那 統計物理也是一樣 用語理練習都很簡單 你只要解完配分函數 什麼都解完了 啊 真的你可以去做科 尤其你在做這些學術研究 或者說做很多的這個系統 包括光電器的都一樣 你只要解的出配分函數 什麼都可以解出來 說不定自己的系統都解的出來 所以配分函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啦 所以呢 統計動物理可以用在理想氣體 那當然其實不是理想氣體 那 我們基本上呢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把這些熱力學的系統全部用 配分函數的LOG去做取代 或是把配分函數的LOG再去做微分 可以去取代所有的LOG變數 那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 你想想看喔 這概念其實反而是很簡單的 配分函數基本上是靠屬於狀態的速度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在決定一個物質 你要研究那種性質 有多少個狀態 你就會解除它的其他對應出來的 你想要知道的物理量 所以你這樣做呢 反而是把複雜論一點簡單化 也許你現在還不知道 我會再講一個視頻 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好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我們這一步做得到 因為我們只要去求配分函數 就可以看到任何可以選擇一次 好 那我們這個 可以先從這個Mexful Boseman 你所丟去 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 如果是一個稀釋氣體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邊去出發 去討論一些這些物理量 怎麼跟配分函數弄在一起 那這個在13章的時候 我們有推倒過這個式子嘛 對不對 我們這次的由來 我們是在講這個 Hand-Horse Bounty 把F等於U-TS出發嘛 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有推倒出來 所以S等於U3T 加上NKLONT 就是NOMEN加1嘛 在13章的時候 我們有推倒出這個式子 那所以呢 F呢 我們用這個式子非常快 得到F等於F的NKLONT RONN加1嘛 是不是 然後如果你忘記的話 直接把它T過去 然後把TS提過來 之後提過去 F等於U-TS嘛 對不對 自然就會加上這個式子啦 對不對 知道要講什麼嗎 F等於U-TS 對不對 那S已經長成這個樣子啦 C乘過去 這邊都給T嘛 對不對 然後呢 U移過去 然後兩個層都很好 就長這個樣子啦 可以吧 可以啦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又知道一個MU 我們在那邊有其他的式子 那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要講 算MU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算有Hand Hose FUNCY 可是我們在13章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的問題是 我們不知道 那時候我們的那個 RF不知道什麼東西嘛 所以呢 我們利用Hand Hose FUNCY 最後得到MU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時候我們也知道 MU的F,KD,LONV 這是我們在 這個13章得到的這三個式子 好 好 那我們希望由這三個式子 在進一步去得到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我們想要知道 其他的熱力學衛能 包括U啦 包括H啦 包括G 這些所謂熱力學衛能 這會帶來的potential 第二個 我也想知道壓力是多少 我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怎麼做呢 來第一個我們現在來求衛能 如果是MU的話 我們未能 基礎定義當然是NJ EJ 對不對 把它全部上起來就是我們內痕 那在這裡頭 NJ是什麼 NJ 是不是Z分之N GJ 是什麼 那種有-EJ 對不對 那這還有EJ 就把它傳進在這個中間這裡頭 所以這是我們的這個內痕 好 好 那我們又知道 卡列軍方式Z啊 是長成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怎麼樣 看怎麼樣把硬把這個Z 塞到這裡頭去嘛 對不對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這樣子嘛 好啦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試 你這樣看一看該怎麼做呢 試的會分看看好了 因為要把E拿到下面來 看起來就是要把這上面做的沒分嘛 才可以把E拿下來嘛 對不對 那看是不是湊度跟他長得很像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而已 數學就是玩這個遊戲而已啊 硬湊就對了啦 就知道就硬湊 好啦 那怎麼去硬湊呢 這個東西 講到我們對T微分的話會怎麼樣 partialZ partialT 把這個微分 就會得到什麼呢 好 因為這有個符號 就讓你拿到前面去嘛 那對這個東西 因為對T微分 這有個T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等 給T天一分之一嘛 對不對 那這個微分就等於什麼呢 這個微分等於 負的KT平方分之一嘛 那前面有個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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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消掉了 所以變成KT兩分之一 然後後面呢 GJ EJ 變成KT 那當然這個也有個重點啦 我們EJ是 只跟體積有關的話 那因為體積是長數 所以微分會等於 會怎樣 如果說 在這上面對T微分的話 EJ是等於贏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有這樣的一個假設 那我們看到這個實質之後 我們就跟前面去做個比較喔 做個比較喔 來我們前面說這個 這個PACULT PACULT 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又知道 把這個移向過去嘛 我們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就是你的U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U這樣寫呢 那這個又是這樣寫 所以我們把兩個對照起來 就等到什麼東西 我U就等於Z分是NKT 然後PACULT PACULT嘛 對不對 就做個對照 把這個 放到這個裡面去 那這個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就取代這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U就是這樣的樣子 好 有多問題 好這是熱物理的作法 我可以跟同學講紀錄理怎麼做 我可以跟同學講紀錄理怎麼做 到這裡 我先講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真的沒有問題 好 回想一下 這個我們上一節有講到的 我們會把KD分之一 用貝塔取代 對不對 你現在上級學 對地位分長是怎樣的 那看起來很細量 超難記的 那如果 你用統計力學 幾乎你的統計力學的方法 我們來往回走 我們剛剛在處理這個東西的時候 PACULT PACULT 對不對 PACULT PACULT 那我把這個事 做一點點改型 今天假設我是SIGMA J GJ TJ PACULT 可能有負的 假設我們第一次用一下貝塔 貝塔等於 KD分之一 那這裡的話 是不是顯得貝塔一首 對不對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 不要對 T為分 我們對貝塔為分的話 那這裡頭當然 你的貝塔 會等於 負的 KD普段分之一 PACULT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問題 你把他對貝塔為分 所以呢 我如果把他對貝塔為分的話 那事情就很簡單了嘛 這就一下 欸 我這多寫了 我這多寫了是不是 蛤有多寫嗎 跟Z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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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Z比交代表示多寫 多寫了 這也是微波 然後 好 那我跟貝塔為分的話 這就一下 對不對 問題就變得很簡單 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事情 這個我們 他已經不會 照著沿用 但是如果這次 來做個改寫的話 假設我們的U 這邊有U喔 任律 這個 A7有平方嗎 有一個平方嗎 對不對 PACULT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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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就有D吧 對 好 這看了就 看了就好難處理啊 對不對 怎麼辦 來 假設你貝塔長成這個樣子的話 對不對 所以你T 就等於KT平方 貝塔 對不對 是吧 對不對 那這次就可以做個轉換 這個是Z 對不對 好 好 這個是KT平方 好 那 第七就是第七嘛 對不對 是不是就可以選成KT平方 PA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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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是吧 那這個有一點 怎麼樣 我的副號 快快就弄掉 抱歉 有一個副號 我給我副號 好 所以呢 U這個東西呢 U這個東西呢 就變簡單了 怎麼樣? 什麼問題? 什麼意思? 對 因為你是對貝塔尾分啊 貝塔是T分之一啊 所以你溫度上升的時候反而是反方向嘛 對不對 我們後面會講到是用我們自常生活的了解T去定義這個溫度的話 你會出問題了 為什麼呢? 我們後面還會講到負溫度 絕對你路到不了對不對? 這些前面的人絕對你路到不了 但是負溫度是到得了的 負的溫度到得了 絕對你路到不了 為什麼呢? 我們後面會告訴你 因為是貝塔的原因 後面不會告訴你 統計力學會告訴你 是貝塔的原因 如果你把溫度做導速的時候 它就到得了了 為什麼? 因為T分之一會有一個起因點啊 在什麼地方? T分之0的時候 如果你把導速就不會有問題了 反正後面不會說的東西 就是 所以用貝塔會幫你把這個看起來簡單多了 會變得變得簡單 但是這還可以處理完喔 為什麼呢? 這有個Z分之1 這有個PARTZ 這看起來還很誇張 還很複雜喔 我繼續算 等一下有人講啊 這個Z 這個比Z 比Z跟T可以變成什麼知道嗎? 變成什麼? 我們繼續寫喔 寫在 我現在上面好不好? 這個課本也有了吧 好 我寫到上面去喔 把這個寫到上面去 好不好 好 負的Z N 然後 89Z 89β 再B 可以寫成什麼樣子呢? 可以寫成負的N 喔 這個PARTZ PARTZ PARTZ V V V 所以就變成負的N PARTZ PARTZ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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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剩下什麼,負的N,FacialN,他就貝塔 不只好記還好算,為什麼呢? 不要忘記哦,你要違分的是一個KT分之一 本來如果是貝奇圖的,就要違分KT分之一對不對 他已經在次方又是倒數 那你現在如果把它變成貝塔的話 變成貝塔的話,他就變成是什麼? 只有次方沒有在倒數了,對不對? 所以呢會比較好算 尤其在後面,如果你要做積分的時候 更慘了,積分是次方上的倒數很難積分啊 對不對? 如果要做積分的話 假設我先積一個KT的話,為什麼要積啊? 可以積啊,當然可以積啊,不好積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只有次方是貝塔而已的話 那你就比較好積嘛,對不對? 這樣要點意思嗎? 那當然要留一手啊,對不對? 然後你突然跟我們來交流 是不是? 現在全部都交光光了 那又要把他交手了,對不對? 好,所以呢 U就長成這個樣子 或者你想要記的話,就是負的N 跟partial分之一,partialβ 那如果你是小U就更好記啊 小U,什麼叫小U啊 小U就是把N除掉嘛,對不對? 小U就是 內能的密度嘛,就給負的 partial分之一 partialβ 對不對? 就是常數嘛,對不對? 好,所以U的部分有沒有問題? 內能 好,再來 Juice Munch 所以,假設你們遇到一個C 你知道他的狀態舒服 你把他對貝塔取回分 你就知道他內能是多少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齁 OK 好,那接下來算Juice Function 那Juice Function呢 我們前面在第九章有講到 G的營業分嘛,對不對? 所以,剛剛我們就知道 Nv-KV N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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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v 好,接下來 Anther B 那Anther B呢 不要忘記 Anther B跟Anther B是不一樣的 那Anther B我們先會定義 我們的H 可以成為U加KV 那 或者是 或者是 我們可以把它 由這個Juice Function 去 去 解出來 因為Juice Function是 U-TS-KV 對不對? 那 我如果把兩個 放在一起 比較的話 就可以知道什麼 G可以成為H-TS 或者是H-F G加TS 對不對? 好 那如果H-F G加TS 就經過這邊代換做H-F G加TS的話 那 我們第一個知道 我們的S是什麼 剛剛S這堆東西嘛 對不對? 那裡頭的U 可以用這個去做代換 當然你電腦去做代換 那時候代換 你會變得很簡單 把U 帶到這裡頭去 把U 帶到這裡頭去 那G G是長的這個樣子 所以呢 H-G加TS G 造超 不然G造超 那TS呢 U 帶進去 T層過來 對不對? 我就知道 TS U 加2K T LongZ 減LongN 加1 那這裡頭呢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對不對? 所以LongZ跟LongN 這兩下都不見了 剩下什麼? NKT嘛 因為這是1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前面這個U 這個地方還在 那這個T0 這個T就消掉 變成什麼? NKT 所以它變成B 加上什麼呢? 後面這個東西 是這樣子來 有沒有問題? 就剩下這樣子啦 剩下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Manser筆也 也算出來了 再來我們想要求壓力 那求壓力 忘記怎麼求了 對不對? 還記得我們上學講的魔法證嗎? 還記得嗎? Very stupid teacher You have girlfriends 是不是? 還記得嗎? 箭頭的背面是負號 箭頭是正號 對不對? 所以壓力怎麼看? partial F partial V 以T為concent 會得到壓力P 對不對? 還記得 還記得吧 上學人 考試之後看 你的考驗也在轉來轉去 對不對? 去解這個 各個熱力學常數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個partial F partial V 如果以T為常數 就會得到壓力 因為它的箭頭 後面是負號 對不對? 所以P-F partial F partial V 可以看成P 還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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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的話 就看一下我們上學前錄影 而那個魔法是怎麼看 對不對?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剛剛F是什麼? F是負的NKE K公立減重分加1 那你把他對 V去為分 然後以T 提示常數的話 來這個N 就常數嘛 這項跟這項 對比為分分 就變成0 對不對? 所以呢我唯一要為的是什麼? MoveZ 對不對? 所以我的P就會變成什麼? 負號 那個負號就是要 NKE的partial 農民 partial T在等分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這樣子 就出來了 OK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OK 好 所以呢剛剛這一類就解完了 對不對 如果你還想要上什麼熱力學常數的話 自己去找 對不對 這個魔法證你們都會了 所以你自己會去解了嗎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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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我們說 它怎麼跟熱力學變速對應起來 那 那 現在 就回到問題 那怎麼做的塔利心方心啊 啊 最難的就是塔利心方心怎麼找出來 找出來 那些都可以算啊 對不對 所以棄你的配分函數怎麼去找 好 那當然 我現在先不要講找 就想說 這個配分函數 它真正告訴你的 實際上護理現象是什麼 那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 這個 partial Z Z 它定義是成 G J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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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有把問題給你這一簡化啦 我們說我們這個總和啊 這個總和啊 J是從0到1-1 所以假設 J是從0到1-1 3又分得很遠的話 那我們去看這個 Z 配分函數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來看圖 好 那實際上呢 我們配分函數就會長成一個 Decat的這個樣子 不能講說配分函數是長這樣 應該說 我們每人接 它的最上層一條線的分布 它的上的包肉線 你知道你的包肉線嗎 包起來可以包肉 好啦 算了不要講那種蠻的 中部很可愛 就是這些 我在零件有多多多顆 這零件有多多多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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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它最高的一點都串起來 它是一個 類似EscolioPK的一個形式嘛 好 那麼 我們如果把這個圖畫起來 我看看 配分函數 它會怎樣的變化 比如說隨溫度的話 在低溫的時候呢 它衰減的速度很快 它衰減的速度很快 因為大部分都在低溫階 對不對 所以它一下子就掉下來 那溫度高的時候呢 T很大的時候呢 我在高溫階的機率呢 還是蠻大的喔 一開始一嘛對不對 到高溫階的時候 這邊呢 還是有一些地質存在 所以它長相是一個很陡 一個很平環 高溫的時候很平環 每個溫階都有機會 低溫的時候呢 低溫的時候呢 就幾乎都在很低的這個態裡面 所以我們配分函數 的長相長的這個樣子 所以呢 當然我們剛剛那個算法 是假設這個圖結分很開 這是低溫長的這個樣子 高溫長的這個樣子 那如果說今天我的系統呢 是幾乎是連續的話呢 就會回到剛剛這個圖上面 回到這個圖上面 好 所以呢 配分函數的長相 跟你的溫度有關 溫度越高 高能派來越多 就是我們這個 氣體中的配分函數 他想要告訴你的事情 是這樣子 就是 你這個 這個 這個配分函數 跟這個 國家社會有關 你今天這個整個國家很有錢 每個人就有分到 有機會分到 很多錢嘛 對不對 當然 當然 如果整個國家都沒有錢 大家都很窮 全部都在廣西 對不對 每天都吃白米飯 配醬油 如果還有白飯吃也還不錯 對不對 如果窮到 什麼都沒有了 就吃樹皮 吃草根 等等都吃草根 所有的狀態都是吃草根 吃樹皮 對不對 那你有錢了以後呢 對不對 當然還有吃草根 吃樹皮 對不對 那也有的是 這個 開 開 開 在凱迪拉克開北京 對不對 自由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狀態就是這樣 好啦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 公平分部的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今天我們回來看看 我們前面在講 這個氣體的方程式 那氣體的方程式 DW能量界 與E到底之間的 這個粒子數 是長這樣子嘛 對不對 今天很挑過 那如果對氣體來說 我現在γse chip 我先講一下 我們考慮它這個自選的問題 不考慮自選的問題 不考慮自選的問題 γse的話 那 這整個 這整個式子呢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就是不考慮自選的情況 好 那 因此呢 如果假設不考慮自選的情況 那M6呢 就會長的什麼樣子呢 我們把這個函數呢 去算它的配分函數 那配分函數 就是把這個 g1-1-1-k 去做一個計算 對不對 那這個計算怎麼算呢 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就長這個樣子 因為剛剛前面的g1是什麼 前面的g1 是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那g1-1去做積分的時候呢 然後呢 要算配分函數嘛 配分函數就要多稱上什麼 10-1-1-k 對不對 就把它帶進去 就會等於這樣一個式子 就這樣一個式子 那這個式子不用去查表 這個式子我教過你們怎麼算 會算吧 啊 知道怎麼算嗎 忘記了是不是 好 我們來算一下好了 不用查表自己算就對了 這個技巧還是統計物理 統計力學 都能查一個技巧 好 不用查表 免煩惱 對不對 我們假設 1 等於x一方 對不對 所以比1 這就等於2x 比x 好 那我們現在算什麼 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這東西是什麼 有點激到無重大 對不對 一手來到分之一次方 然後 1的 5x 3k 1 對不對 一手 對不對 要算這個嗎 好 那我順便 這就夠不定一個啦 貝塔 等於kd分之1 對不對 這樣會簡單一點嘛 對不對 可以吧 所以我整個技巧變成什麼 由0到無重大 好 這個是什麼 x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exp-β 這個什麼 x平方嘛 對不對 那頂一手呢 變成2x比x嘛 對不對 好 那整理一下 現在變成2x的流氓激到無 這個上下線還是沒有變嘛 對不對 還是0到無重大 x平方 exp-β x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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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很熟悉對不對 所以可以怎麼做 變成2x的流氓到無重大 比β為分 exp-βx平方 βx平方 x平方 x平方 所以就等於2倍的0 β 7分由0到5 5分大 x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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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悔是三次發,對不對